今天上午我再主持第二次跨部門會議 去確保每一個部門有全面和充分的準備 以及應變能力去應對山竹 吹責香港可能帶來的嚴重威脅 由於山竹的風勢和雨勢 將會來得特別急、廣泛和嚴重的 所以準備和應變工作要比以前過往的水平更高 每個部門要有危機感 做好全面的評估和預案 要作最為打算的準備和部署 為了對付這些相應來講 風暴潮影響的布置水浸的低窪地區 部署已經展開了相關的應變工作 現在香港有六個為地勢較低的地方 由於海水渡冠和海水淹浸的地方 其中包括大澳的大澳 也有鯉原門的海旁渡 也有屯門的嘉和里 屯門的聯海新村 以及西港的南圍 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在沿海的低窪地區 所以當潮水位受到風暴潮影響上升時 可能會出現海水渡冠和海水淹浸的情況 來到的大澳和觀塘的里原門 我們都會呼籲居民提早疏散 實際上現時這兩個區的專員 都在當區呼籲居民有義工隊 呼籲他們盡快疏散 另外幸花村當區的專員 現時也與物業管理公司聯繫 確保停車場等等 那些渠道沒有雨塞 另外也呼籲車主盡快撤離車場 如果有其他地方可以停泊的車輛 就可以盡量領作安排 我們會按實際的情況 起有需要的事 進入全體人員緊急戒備的狀態 屆時處長指揮室將會全面啟動 所有行動組的指揮人員 會返回所屬的單位 指揮和調配前線的消防和救護資源 我們所有人員已作好應急的準備 各消防及救護車輛 以致救援裝備、軍議、檢查妥當 確保運作安全 確保運作安全 確保運作安全